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六件不同的禮物要送給甲乙兩個人 那甲跟乙呢 均至少要得一件 則共有幾種不同的分法 好,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採取那個吼釘的方式 就是說甲沒有得到 用這個符號 甲沒有得到禮物 而且 這個 以沒有得到禮物 應該是或 或 以沒有得到禮物 這個都是不行的 兩個都要得到 只要有一個沒有得到的話就不對 甲沒有得到或以沒有得到都是不允許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就等多少呢 這個就等N 甲 它有得到 甲有得到 不過 要沒有得到的話呢 比較好 那這個等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所有的 所有的昏花數 所有的昏花數 減掉都是什麼呢 減掉這個 甲沒有得到 或者 乙沒有得到 那這樣等多呢 等於是 所有的狀況數 減掉 甲沒有得到 加上呢 乙沒有得到 減掉呢 甲跟乙它都沒有得到 甲跟乙它都沒有得到 好那我們先來看 那就隨便給 六件物品隨便給的話呢 第一件物品的話 可以給它也可以給它 有兩種方法 第二件物品也有兩種方法 從後六件 二的六次方 減到多少 這個的話呢 就甲不給 甲不給的話呢 那全部呢 就給它嘛 所以只有一種方法 就一 一的六次方 一種方法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 乙沒有得到 全部給甲 全部給甲的話 也有一種方法 這種的話是 甲不拿 移也不拿 那不可能啦 那這樣的話呢 六件都花不出去 六件一定要花出去 所以這是空機 不可能 加零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64 2的五次方 32 32乘以2 都會64 減2 所以有62種方法